约伯记第41章 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 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 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 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 他岂向你连连恳求 说柔和的话吗 岂肯与你立约 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吗 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 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 搭火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吗 能把他分给商人吗 你能用盗钩枪扎满他的皮 能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 你按手在他身上 想与他征战 就不再这样行吧 人指望捉拿他是突然的 一见他 岂不上胆吗 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 这样 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谁先给我什么 使我偿还呢 天下万物都是我的 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 并美好的骨骼 我不能肩膜不严 谁能剥他的外衣 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 谁能开他的腮夹 他牙齿四尾是可畏的 他以坚固的灵甲为可夸 紧紧何必 风得严密 这灵甲一一相连 甚至气 不得透入其间 都是互相联络 交结 不能分离 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 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 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 与非病的火星 从他鼻孔冒出烟来 如烧开的锅 和点灶的芦苇 他的气点灶煤炭 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 他景象中存着尽力 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 他的肉块互相联络 紧贴其身 不能摇动 他的心结实如石头 如下末时那样结实 他一起来 永世都惊恐 心里慌乱 便都昏迷 人若用刀 用枪 用镖枪 用尖枪 扎他 都是无用 他以铁为干草 以铜为烂木 见不能恐吓他 使他逃避 但是在他看为睡街 棍棒算为和街 他痴笑短枪收的响声 他度护下如尖瓦片 他如钉 爬经过淤泥 他使深渊开滚如锅 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油 他行的路随后发光 猎人想深渊如同白发 在地上 没有像他照的那样 无所惧怕 凡高大的 他无不藐视 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 停 在骄傲中 骄傲中